第107集,蓝战走后的前两天,魏英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,倒是不觉得时间过得慢,等到第三天,他就觉得难熬了。 因为手术那两天他是加班的,所以医院给他调了两天休假回来,魏英躺在床上,望着屋顶的灯发呆,平时休假若不用他照顾宝宝,他都是睡到中午才起床的。 可是现在,才早上七点多,他就睡不着了,就算枕头有某人的味道也不行。 哎,接下来两天,一想到自己孤家寡人一个,就觉得无限凄凉,要不打电话让叔父把宝宝送回来,或者去蓝家陪宝宝。 哎呀,蓝战,你什么时候回来呀?说到底,自己想的不是宝宝,是某人?不行,魏英一个翻滚从床上蹦起来。 我不能这么沾人,蓝战有他自己的工作,才分开两天就受不了,以后他要是更忙了怎么办? 我得有自己的朋友,自己的签字,就算蓝战不陪我,我也有别的活动,不会想东想西。 对,没错,这样想着,魏英伸手勾过手机,可是打开微信刷了以前却发现,他居然不知道该约谁。 过去几年,为了照顾女儿,为了学业,工作,一天二十四小时,他恨不得自己有三头六臂可以用,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结交朋友。 虽然危险好友不少,但只是有联系方式而已,没有私底下吃过饭聚过,突然约人也好奇怪。 算了,魏英气馁地把手机一扔,趴在床上来回滚动了几圈之后,还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待不下去。 要不,找温情。 魏英灵光一动,想起小家伙那天偷他跟他说的话。 爸比,朵朵听到伯伯打电话,朵朵觉得那是情依依的声音。 当时魏英就摇了头,不可能,他们俩就见过两次面,也没见有什么小动作。 怎么可能会单独联系? 魏英是觉得自家宝宝听错了,现在反正闲着没事干,刚好当一回侦探。 打定主意后,魏英翻身其常,以最快的速度刷牙洗脸,再吃个早餐,出门的时候八点半。 开车半个小时,刚好九点温情美容院开门。 可是到了美容院却发现,开门的不是温情,是小雅。 魏英去的次数多了,彼此都认识。 秦姐说她这两天休假,约了朋友到外地玩。 休假,魏英狐疑,那个女人可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不休假的,美容院就是她的孩子。 孩子不能一天不管,这是她的原话,现在连孩子都不管了。 去休假,难道,魏英站在车子旁,掏出手机,打了电话。 魏,那边的声音压压,像还没骑床。 还没骑床呢? 你去哪休假了? 魏英单腔直入。 那边停顿了好几秒,魏英还听到有脚步声。 心里的疑惑更深了。 那个,没去哪休假,就是随便走走。 和谁呢? 和? 大大。 大学同学,你怎么也这么早呀? 今天不用上班吗? 魏英一听,就知道对方在转移话题了。 算了。 他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。 魏英也不是特八卦之人,至少不像女儿那般。 不上班呀,休两天假,无聊得要命,过来找你,你又不在,无聊你就非去找你家蓝律师呀。 反正有假,不是,你怎么知道蓝战出差的? 魏英记得自己没跟人说过呀。 我,我猜的,蓝王金要是在家。 你会找我才怪,不跟你说了哈? 我赶着出门,你快去找你家老公吧。 说完就挂了,这下子,就算没有百分之一百,也有百分之九十魏英是确定女儿说的话,不是没有可能了。 只是,大哥和温情,他们怎么会混到一起去的? 不过,温情的话倒是提醒了魏英,蓝战不回来,他可以去找他呀。 打定主意后,魏英当即掏出了手机,看了一下航班信息。 蓝战下他的酒店,他都知道,最快的航班是一个小时候的,可是这样自己就来不及回去收拾行李了。 而下一趟航班是下午的,他又等不及了,魏英想了想,身份证刚好在自己的腰包里,这是不是也在提醒自己,不要再跑回去浪费时间了呢? 算了,这两天不换衣服也没有问题,不行就穿蓝战的,不过内裤还是要买的,因为马书不对。 魏英订完票后,看到旁边就有便利店,便冲进去拿了一包内裤,结账的时候看到安全套。 顺手拿了一盒,没有这个,某人是绝对不会碰自己的。 关于双二胎这件事情,蓝战死得不肯改变主意,魏英也是拿他没有办法。 不过,魏英灵光一闪,您好,请问有没有针脉? 针?没有。店家摇了摇头,不用针,就是尖的东西都行。 魏英追问,那豆豆棒,可以吗?有一头是像针那样,尖的。 店家从后面的架子拿了一个出来。 魏英一看,喜出望外,可以,可以,就拿这个。 魏英结了账,拿着东西上了车,怕时间赶不及,先赶去机场。 那个东西可以上了飞机,在洗手间慢慢弄,后视镜上倒映着那张笑得一脸得逞的小脸。 蓝忘机,哼,你不肯跟我生宝宝,今天可轮不到你说了散了。 魏英哼着小曲,心情好,感觉路况都好了不少。 到了机场办理好登机首席后,魏英看还有点时间,便给他家小宝贝打了电话。 得知会小家伙一声,要不然上了飞机。 他给自己打电话发现关机了,小家伙又要瞧起小嘴说话把笔了。 那个小家伙自从有爷爷宠厚,可是愈发娇气了,不过善良不改,也不骄纵无理取闹。 魏英便也不说什么,由得他去。 爸比,哎,宝宝,你在做什么呢? 爸比,朵朵和爷爷在玩积木,爷爷买了一个超级大的积木。 爷爷说朵朵要是把这个积木拼完了,他就给朵朵建一个水上游乐园。 魏英头痛,说父这事又要大出血了。 宝宝,爸比有事情要去别的地方两天,今天和明天都不在家。 你在爷爷家乖乖的,陪爷爷和伯伯玩,爸比回来给你带好吃的,好不好? 爸比,你是要去找爸爸吗? 魏英 啥事都瞒不过你。 好了,宝宝,爸比要上飞机,不跟你说了,你不要一直闹着爷爷,爷爷休息的时候你不要吵他。 知道吗?知道了,爸比,伯伯也出去玩了。 他说也给朵朵买礼物,大哥也出去玩了。 温情,这……对上了。 魏英说不上自己现在的心情是惊喜,还是惊慌更多。 他们彼此喜欢自然是好事,可是,舒服那一关。 魏英不敢想,自己和蓝战能重新走到一起。 魏英非常清楚,朵朵的因素占了大部分。